8球得分 曾俊欣确定赢得比赛 立刻瘫倒在地 因为经过两个小时 零七分的激战 大会第一种子 曾俊欣击败了地主国的希望 得破啦 克服主场优势的观众加油声 拿下温布敦青少年组的 男单冠军 开始的时候可能会 有一点压力 但可是当我进入到 那个状况的时候 就会开始享受比赛 然后就可能外面的观众 或者是声音都 比较不会影响到 16岁的曾俊欣 以6比1 6比7 6比4 2比1的结果 赢得了比赛 成为温布敦有史以来 第一位达成这项成就的台湾人 就连温布敦的官网推特 都写上 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曾俊欣 并期待他会有更多的表现 有着夜市球王称号的曾俊欣 靠着网球 不但让家里的糖葫芦红了 也让台湾的名字 在国际上曝光 同样在青少年组打出名气的 还有这一对中国大陆的 小花组合 某一看比赛的画面 你绝对认不出来谁是谁 就连英文名字也不容易分辨 因为一个叫王兮宇 一个叫王兴宇 两个人的英文名字 只差一个单字 也难怪就算是 大陆的媒体要介绍他们 还得先解释一番 W.王与W.王 什么情况 两人写法一样 上面的王兴宇是右手持拍 称为王右 而下边的王兮宇是左手持拍 称为王左 王兮宇的左手发球 刚猛犀利 王兴宇的右手结局 灵活刁砖 两个人的身高差不多 都是181 皮肤也晒得黑亮 加上温波敦的服装规定 一定要穿白色球衣 场上的二王组合 的确很像双胞胎 今年两个人搭档在决赛中 以6比3 6比4 击败大会第二种子 美国的组合 而且时间只花了44分钟 可能比分看起来是挺轻松 但其实我觉得 是一场挺激烈的比赛 因为对手也是 非常好的两位球员 而且他们在双打这方面 也一直都比较出色 我觉得我和我搭档 都打得特别好 在关键的时候都能挺住 小花组合赢得冠军 这是温波敦有史以来第一队 大满贯青少年女双冠军的 中国组合 王兴宇成为大陆历史上 第四位拿到温网冠军的 中国选手 而王兴宇则是收下个人 第二座大满贯的冠军奖杯 他的第一座大满贯冠军 就是和台湾女将 小钢炮梁恩硕 在奥网赢得的青少年 女双冠军 两岸的合拍在网谈掀起风暴 不管是台湾的夜市球王 还是小钢炮 或者俄王的小花组合 两岸联手的亚洲旋风 正在冲击世界网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